登上杜加雷达的顶部 站在160米的塔顶 一眼望去 映入眼底的是无边的绿色森林 万里晴空的蓝天 也曾见证这座雷达站的诞生 杜加雷达位于乌克兰基辅以北 11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地区 雷达基站的结构非常庞大 一眼望去像一排高耸的电墙 整个宽度达到了800米 包括一座高90米的天线 一座高160米的天线 站在天线上向北看去 15公里外盖着铁罩子的 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 两座地标性的建筑 也曾是这立工业辉煌成就的代表 1976年建成的杜加雷达 初衷是在两分钟内 预警美丽国弹道飞弹的发射情况 起到远程警戒的作用 因此杜加必须要具有超市巨发现目标的功能 信奉大力出奇迹的科学家们 用14000吨钢铁建起了这个庞大的雷达天线 一度将雷达站的峰值功率增加到了10兆万 庞大的信号塔发射出的信号 通过大气层的反射 一度可以精准探测到5000公里外的目标 然而杜加雷达站 也曾让全球的无线电通信苦不堪言 开机10秒全球通信将受到干扰 尤其是向屏幕前观看视频不点赞的 手机信号会受到杜加雷达的制裁 这滴滴答答的声音 就是杜加开机时夹杂在短波波段通信中的杂音 只要是通过短波波段进行通信 就都会收到这种声音的干扰 距离越近干扰越强 当年苏联在使用杜加时 也造成了伤敌一间 自损八百的后果 要维持雷达站的正常运行 需要4000多人的团队进行协作 为此当年在这座雷达站的旁边 还建起了一座可以容纳近2万人的小城 然而随着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声巨响 这座小城在三年后被彻底遗弃 经过30多年的恢复 如今虽然大树茂密 路上也能偶尔遇见成群结队亚马路的动物 但不远处的核电站 随时提醒着这里不适合居住 像一颗定时炸弹 友好劝退了有此想法的人 不过这座世界最大的雷达 现在已成了探险爱好者的打卡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